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教学频道捧场 今天呢给各位介绍一个这个非常流行的效果 就是你现在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在很多电视电影的片头呢 或者是在很多广告的效果里面 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变形的效果 这个变形的效果呢 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单元里面 就会给各位说明怎么样来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个从安全帽 然后呢变形成一个鞋子的一个过程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完成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它其实严格来讲它也不是很困难 但是呢 这个首先呢你要准备两个模型 一个是鞋子 一个是一个安全帽 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的安全帽没看到 是因为我把它关了 所以现在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安全帽 然后呢我现在先从鞋子给各位说明 这样的话呢这个鞋子如果你会做安全帽 你就会做 然后做完这个安全帽 这两个的效果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那个分子动力学的效果 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这个 今天的主要的东西 Right 所以这个到底需要怎么样做呢 首先呢各位呢 你可以从这个影片里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首先呢你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变形的过程 你会发现呢我把这个物件的拆分成很多个不同的 呃 块面 然后呢再来让它变形 不只是安全帽 包括这个鞋子也是如此 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得把它拆分 那这个拆分呢有很多种做法 如果你一开始做模型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一体成型的话 就是变成单一物件的话 你呢能做的效果会比我现在要做的效果还要酷 因为你东西越多要变形的效果就越 越好看 但是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单一的东西 所以我要拆分呢 我就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需要把它拆解 所以在这个MGraph里面呢 它就会有一个Flucture的一个变形的效果 在这个Flucture里面呢 这个Flucture里面呢 我呢就叫它Shift 因为它是给鞋子用的嘛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鞋子呢 拖拉放到它的下面去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呢就有一个基本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个时候有人就会很兴奋的去Play 他发现什么事都没发生 因为这只是拆分 而且拆分是要设定的 在这个Flucture里的这个效果呢 底下有个叫Object 这个标签页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叫Meld 就是模式 它里面有分Straight 还有Explode 请你选择Explode 然后呢 不只要Explode 还要ExplodeSegment And Connect 意思就是全部拆分的意思 就这里面所有元件 都得把它拆分 有人说这个时候呢 我再去Play有什么效果呢 一样是没有效果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拆分你没有动态 所以在这个动态上面呢 你要怎么做呢 一样 来到我们刚刚的那个Modgraph 我们用一个比较有名的Effector 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会用到两个有名的Effector 一个叫Pine 一个叫Delay 这两个呢 就会非常的帅气 就是可以让你动起来 非常的活泼 所以呢 我现在选择Pine 然后呢 这个PineEffector呢 我呢 怎么做呢 你现在仔细的看 我叫它ScaleUp 我把它重新命名 你说 哎呦 当我的PineEffector 一加的时候 你发现它跑到这上面来 有人会问说 你怎么加这个PineEffector 第一个是你把这个Fructure选起来 然后呢 去加上Effector 这是一种 或者是 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呢 你先去加上PineEffector 然后呢 再去选择Fructure 然后呢 在Effector里面 把这个东西拖拉丢进来 这是另外一种 所以呢 有两种做法 你都可以用 你都行 你都可以用 所以呢 我现在已经先丢进来 你就发现它会 嗯 你的鞋子跑到上面去 对 因为你的PineEffector呢 它在这个PineEffector的标签页里面 就会给你说得非常清楚 它会影响到位置 缩放 还有旋转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很重要的重点 在Full of这个地方的标签 它有一个叫Shape 有很多人把这个翻译成形状 实际上它不是 它是立场 就是Forge 在那个动力学里面叫Forge 就是立场 所以呢 我现在选择的是 线性立场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当你选择线性立场 你就发现 哎呦 你的鞋子怎么掉一块东西下来 对 为什么 因为呢 你可以去拖拉 你就发现你的鞋子开始有些奇怪的变动 是的 它说 奇怪 为什么你拖拉这个会变动 然后你发现 我如果拖拉这个没影响 拖拉这个也没影响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立场里面 它有一个东西叫Orientation Orientation这个地方呢 它会限制你对哪个方向有影响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会来设定这个东西 然后我认为它的Size可以小一点 我选择它 就是对X轴的Size可以小一点 其他的不便 或者是你全部都要小一点 也没有关系 其实差别不大 就是在效果上面跟画面预览上面差异是不大的 只有在X轴这个地方 做一些效果会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我等一下会对X轴向来做 如果你说我坚持要这个Z轴向的话 你就记得你设定的是这个位置 Right 然后接下来我来到Parameter的标签页 我认为100公分有点高 30或40是比较完美的水平 然后呢 我希望它对这个缩放也产生影响 而且我要等比例缩放 而且我要绝对值 然后我认为呢 它一开始要从没有变到有 因为我是从 那个叫做 安全帽变成那个 变成那个鞋子 所以 你会发现 哎呦 东西不见了 对的 东西就怎么不见 你会发现什么 那我讲 蹲蹲蹲蹲蹲的出现 蹲蹲蹲的出现 所以呢 这个你的 这个你就可以对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叫做 Planet Factor 去设很多的事情 去做很多的事情 它就会有变形的效果 好 所以接下来我怎么做呢 我就这么做 怎么做呢 我来到这个 这个FullOf的标签页 然后呢 我对着 FuX 我对着FuX轴呢 对它做对齐 意思就是什么 请仔细看 它会从一开始有 变成没有 你说这样 你是不是做反了 就是如果对着FuX轴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 一开始没有 变成有 所以你到时候设Keyframe 它会倒过来做 它就会倒着 比如说从这里 从尾巴 咚咚咚咚出现 变成头 这样 或者是 如果你想要从头 变成尾巴的话 怎么办呢 就是变得很像 我的这个 我的效果里面 是怎么样 你可以仔细的看 我是先出现头 再出现尾巴 如果你先希望 先出现头 再出现尾巴的话呢 你就得这么做 你就不是对着FuX轴 你是对着正X轴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从头 出现到尾巴 如果你想要从尾巴 出现到头 你就得对正X轴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请各位 你就可以看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什么叫做 什么叫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呢 可以从这个地方 给各位看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是这样 叮叮叮叮叮叮 出现 所以这个是一个状况 然后呢 聪明的人就知道了 这个 你只要对着 这个Plan effector 设 key 就没有问题 对的 所以呢 我来到第十格 因为我不希望 它一开始就开始 所以我希望它等一下 要先让这个安全帽开始 所以我来到第十格 然后呢 把这个拖拉到这个 大概不见了就可以了 东西都不见了就可以 你不要拖拉得很远 这样 但看起来不酷 所以呢 这个拖拉到刚好不见就行了 是一个keybar 然后呢 拉到第五十格 如果以美规来讲的话 它就是大概一秒十格左右 这个时间 往后一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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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OK 刚好出现就好了 你不要这个 熟的一声太帅气 这个直接拉得太后面 就没必要 就大概全部的物件都出现了就可以了 然后设一个keyframe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这个物件这样 嘖嘖嘖嘖的出现 轻松写意 毫无悬念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未免 也太过于没有悬念一点 这个泰这么整齐 实在是很奇怪 因为我们的要求的效果是 那个鞋子是很不安分的 你看 它会弹来弹去 对不对 它这个不只是鞋子不安分 连那个头盔都不安分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状况之下 就代表说 我不能让它这么像乖宝宝一样 就是只有 叮叮叮叮叮 这样没有乐趣 这个毫无乐趣可言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用一个非常有名的effector 我先把这个非常有名的effector 是什么呢 叫做delay 所以我先叫出delay effector 然后呢 我干什么东西 我叫它shew 就是因为它是给鞋子用的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鞋子的fluxure选起来 然后呢 就如同刚刚说的 你要嘛就是来到这个 你要嘛就是直接选 然后再去做这个effector 这是一个 又或者是我先做了effector 然后把这个shew的fluxure选起来 然后选择effector 然后把delay丢进来 但是这个你就要注意了 你丢进来不是乱放的 在这个effector的这个区块的里面呢 这个标签页里面 它是有规矩的 比如说像你现在看到我的plan effector 在第一个 delay effector在第二个 代表说 它会等一下呢 这个cinema 4D呢 它会先执行plan effector 再执行delay effector 如果你是把delay effector 放在plan effector上面 它就先执行delay effector 再执行plan effector 所以它的执行的上下是有顺序的 然后呢 至于哪个效果好 你可以自己决定 然后呢 这个我现在选择delay effector 然后呢 我来到它的fulloff 然后呢 啊 sorry 把它来到它的effector的这个标签页 然后我把它的strength加强一点 你要60 70 65都可以 60到70 50到70 其实都可以 就看你想要它变得多么的活泼 然后在这个mode 这个地方呢 尽力改成spring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让它先执行delay effector 再执行plan effector 所以呢 你会发现它怎么样呢 它会这样 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呢 那这个先执行谁 后执行谁 是有差异的哦 然后我如果先执行plan effector 再执行delay effector呢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 它的动态就变得非常的 呃 就是很不安分啊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 希望看到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 希望看到的结果 然后呢 有人就会提出另外一个疑问 你这样哪有很不安分 你仔细看你的鞋子的不安分的程度 是这样子的哦 它是 它是整个会这样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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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弹来弹去 这个样子 代表说 它是有动力学在上面 有dynamics在上面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呢 在做这个安全帽之前 我要先把鞋子的动力学做好 这样的话 它才可以再去做这个安全帽的动力学 但是这样的做法呢 虽然是这个流程是对的 但是效率会很低 因为你加了动力学之后 这个电脑运算会很慢 所以呢 我现在呢 要这个先做这个安全帽的效果 做完了之后 把安全帽的效果关掉 做鞋子的动力学 鞋子的动力学做好之后 把鞋子的动力学关掉 做安全帽的动力学 然后两个都做完之后呢 再把两个的动力学打开 这样才会是对的 所以呢 这样第一 效率很高 第二 流程也没有问题 第三 效果一样 不是说效果 而是效果 会比较好 所以呢 我们呢 在这个流程上面 我们做个修改 我现在呢 这个 我先把安全帽叫出来 然后呢 我把鞋子关掉 然后我把鞋子的这两个 也把它暂时的关掉 就是让它没有作用 因为这样我的这个 电脑运算效率才会高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跟刚刚一样 鞋子怎么做 安全帽就怎么做 一模一样 只是安全帽不用做delay 那你也可以做delay 只是说那个效果会有点夸张 就是说 好 我现在把这个安全帽 也打开了 然后呢 我没有选择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来到我们graph 选择fracture 然后呢 这个fracture是给谁的呢 这个fracture是给安全帽的 然后我把安全帽 拖拉丢进去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然后你刚刚呢 在这个鞋子的安全帽 做了什么设定 不对了 什么鞋子的安全帽 乱讲的话 这个鞋子的fracture 怎么设定 在这个安全帽的fracture 就一样的设定 你把这个安全帽的fracture 选起来 在object标签里面 一样 你把它explore segment and connect 就这么把它做上去 它就一样拆分了 拆分了之后呢 接下来有人说 我知道做plan 对 没错做plan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传统做法 就是自己做 自己做 OK 或者是借用 借用这个 别人已经做好的planet factor 会比较好调 所以两个做法都可以 随便 然后呢 像我这边 我就借用shew 的planet factor 所以我把它借来用 你只要很简单 把这个planet factor 选起来 然后进行copy and parsed copy and parsed 就可以了 就这么样弄起来了 然后呢 我就把它重新改个名字 但是因为安全帽 是要消失的 所以叫spell down 然后它是给安全帽用的 所以呢 我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安全帽的flexure 选起来 然后呢 把我的 这个 刚刚这个 拷贝也贴上的 这个planet factor 丢到安全帽的flexure 里面 然后说 哎 这个看起来好像 没有差别 这么丢进去之后 你倒回去 然后再play 你发现没有任何改变 怎么会没有任何改变呢 因为你刚刚 复制出来 这个planet factor 的效果 是关起来的嘛 所以呢 我现在把它启用 你就发现你的安全帽 会怎么样呢 你看 变成这样 回到D0格之后 它变成这样 消失不见 这样跟我们要的效果 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希望的是 一开始安全帽要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 一开始安全帽 要在的话 就代表它的flexure 这个地方呢 要对的是-xure 然后这个时候 安全帽虽然在 但是安全帽 有东西不见 所以呢 我们把它往前移一点 看看它什么时候 东西都出现 比如说大概在这里 对啦 所以呢 代表说 我这个安全帽的planet factor 它的keyframe 要做改变 我把它的keyframe 比如说 我一开始 我希望它在第五格 就开始作用 它要比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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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那个鞋子的planet factor 还要早 所以呢 我把它拖到第五格 然后结束 也比鞋子的planet factor还早 往前拖五格 的意思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重新呢 把这个往前挪 挪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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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你的安全帽是这样 不见了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一个效果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呢 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安全帽的 这个planet factor的时候呢 虽然那个效果 是我们要的 但是在这个 Parameter这个地方 我希望把它的position 拿掉 因为安全帽 一开始 本来就在地上 它就没有必要在 对它的那个 位置有影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会变什么样呢 你可以看 叮叮叮叮叮 不见 所以这方面已经 基本有这个效果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会发现什么 你不只是这方面 还有什么呢 你可以仔细的看 在我们的安全帽 一开始 你会发现什么 有东西放大 东西会放大 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 不见而已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代表说 它不只要放 缩小不见 还要放大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请各位呢 就得移动 稍微注意一下 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一样借用它 原始的PlanEffecter 不是借用 借用它现在 不是借用它原始 而是借用它现在 就有这个PlanEffecter 然后呢 拷贝贴上 然后重新改个名字 重新帮它改个名字 它叫做ScaleUp 先放大 再缩小 而且这个ScaleUp 我希望它从D0格就开始 而不要只有这个 不要从 应该怎么讲 就是我希望它从D0格就开始 由D0格的时候 到这个D0格 然后到最后 也就是说先ScaleUp 然后再ScaleDown 也就是说在这个ScaleUp 这个PlanEffecter 里面这个Parameter 的这个Scale值 你可以把它改成正1 改成正1 然后这个FoldOff 就不用动了 接下来呢 跟刚刚一样 把它拖拉放到 这个Helmet的Flexion里面 然后一样 我先执行 放大 再执行缩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这样你Play 它就先放大 然后不见 这才是我们心目中要的效果 如果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鞋子也打开呢 你会发现什么效果 大概会是这样 叮叮叮叮叮叮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离我们心目中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效果 好像还有点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效果是这样 它的 什么 它会跳来跳去 它不是在原地这样动而已 所以呢 代表说我们要对它 加上动力学 加上动力学怎么加呢 我现在先这么做 我先对鞋子加动力学 你说我不能先对安全帽加动力学 也行 都可以 随便 所以呢 我现在呢 不过我喜欢先对鞋子加 不过我喜欢先对鞋子加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安全帽的这个 关起来 然后把它叉叉 然后把它的两个 也叉叉 就是失效 然后我对我的鞋子 先做动力学 然后呢 在这个鞋子要做动力学之前 你会发现什么 因为我的有地板 我有地板 我有个地板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这边呢 没有地板 所以呢你可以这么做 开一个新的 看你要Plan 或Disk都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Plan呢 我就叫它 Ground 加地板 然后你可以把它弄大一点 比如说一千两千都行 差别不大 就大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你去看 你的鞋子会这样出现 但是 离我们心目中的鞋子还有点远 所以 你现在这么做 你先把地板选起来 你说我不能先做鞋子 其实先做哪个差异性不大 都可以 然后呢 我先把地板选起来 然后呢 我现在做一件事 什么事情 我先去确认我鞋子 拖拉到工作区间 我先去确认我鞋子 什么时候会完全禁止 你说你要干嘛 因为会发生这个事情 你的地板离鞋子好远 有没有 你地板离鞋子很远 所以呢 你要把地板对准鞋子 让你的鞋子踩在地板上 这是我要做的事 所以先做完这件事之后 先做完这件事之后 确定我鞋子 踩在地板上之后 都没有问题了 我就可以对我的地板 来到Tags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 Simulation Tags 有一个叫Collider Body 你就直接加上去就好 其他都不用设定 因为呢 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在Collision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叫Shape 它有个自动设定 如果你不放心 你可以自己改成Static Mesh 就是被动物件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你信任它 你可以让它自动判断 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去Play 其实没有效果 你发现你的鞋子 基本上还是穿过的地板 然后呢 这个还在原地 没有任何的动态 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是基本的第一关而已 我们呢 接下来来到我鞋子的Fructure 然后做什么事呢 注意啦 我要对鞋子的Fructure 加上动力学系统 不是加在鞋子 是加在鞋子的Fructure 这个地方 所以我把鞋子的Fructure 选起来 然后来到Tags Simulation Tags 找到主动物件 主动钢体 叫Ridge Body 这个Ridge Body 加上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很好笑 当你再加上去之后 一Play 鞋子就往下 鞋子就跑了 这个怎么可以 这个跑掉呢 这是不对的 所以呢 你现在把鞋子的动力学 选起来 来到False 把他的Follow Position 跟Follow Rotation 改10倍那么大 然后在空气动力学 这个地方的拉力 增加5% 什么意思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 当我这么做之后 我的鞋子就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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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它就不会再弹下去 它就会产生这个 在这个 地板上跳动的这种结果 这个才是我心目中要的样子 如果你确定它没有再掉下去了 然后呢 这个地板中跳动的效果 都是你心目中OK的结果之后 你停止 停止播放 选择动力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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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来到Cash 然后Bike Object 这个Bike Object 然后呢 它就把它载到记忆体里面 也就代表说 你之后算图 就会跟你现在模拟的一模一样 所以呢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Bike 起来 然后Bike要点时间 所以现在就Bike完 你一Bike完之后 你就发现什么 你的这个动力学系统 这个地方 它就多一个 它不是 它的图示就长这样 代表它已经载到记忆体里面去 所以当你去Play的时候 它就这样 的这个效果 所以它就不管每一次模拟长什么样子 它都会长这样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动力学效果就 基本鞋子的就做完了 鞋子做完之后呢 请你呢 确定你的这个鞋子 Function 选好了之后呢 选择鞋子的这个动力学 在Dynamics 这个地方先把它的动力学关掉 因为我等一下做这个 叫做 叫做那个 安全帽的时候 才不会受到影响 Right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可以把鞋子关起来 然后把鞋子的这个 这些效果也都关掉 可以放心的打开安全帽 但是其他的都不用 其他的都不要 哎 这个安全帽就出现了 哎 然后呢 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一样在安全帽 Function 这个地方 旋起来 然后你会发现 现在安全帽 呈在那个地盘下面 没有关系 你把安全帽的Function 选起来之后 来到Tags 一样 找到Simulation Tag 然后找到Rigibody 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你一样 一样做 把这个安全帽的Function 它的动力学呢 的力道这个地方 在力道这个地方呢 一样 我们呢 跟刚刚做法都相同 就是呢 把它的FollowPosition 改实 FollowRotation 改实 有时候我知道 底下的空气拉力 也可以这个 空气动力学的这个拉力 你也可以把它改大一点 没有问题 我这边不动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嗯 我认为这样效果不错 所以呢 这个这样就够了 然后接下来请你这么做 请你去Play 你就发现哎哟 你的安全帽 就会回到地面上 当你确定你安全帽 回到地面上之后 请你呢 把安全帽的这个 动力学系统 选起来 然后来到Dynamics 然后呢 做SetInitialState 确定它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当我SetInitialState之后呢 我呢 回到D0 它也会在地板上 所以这边的动力学系统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 完成了之后呢 你可以这样做 把你的原本的两个 打开 我们来看看状况 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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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对啦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效果 然后呢 这个时候既然你都OK了 这边也OK了 动力学打开 然后呢 你去做一件事 什么事情 你确定你的安全帽的效果 已经是你要的 你就来到安全帽的动力学 然后来到它的cash 然后bike object 把安全帽的动力学也bike起来 然后你就看到两个基本上都已经bike完毕 这个安全帽的动力学bike完毕 然后呢这个 这个fluxure的动力学 我们本来就已经有bike 本来就有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 把这个fluxure的动力学 也把它打开 你会发现这两个都已经有bike的图示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再去把这全部的东西都打开 再去play 它就会变成我们心目中的那个样子 你说鞋子呢鞋子被我关了 所以呢你呢记得 你要去把鞋子打开 了解吧 所以呢这样的话基本的效果 就已经完成 剩下的事情呢你只需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 上材质 上材质打灯贴图算图 就会完成像这个样子的东西 所以呢你呢 基本的效果就已经做到这样 已经ok了 基本的效果已经做到这样已经ok了 如果你想要看的这个 运算的效果如何呢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个 Hardware OpenGL 你可以算个预览的来看 不过这边呢这个 基本上我们原始的这个其他的效果 做到这里就已经算是完整 剩下就是上材质啊 上贴图啊打灯啊 算图这些事情 right